连映至终 现在因为世界各国连映至终 这个已经不是单一个国家的事情了嘛 世界各国在演习在演训 目标就是指向中国嘛 最近呢 美国犹太书卿跳出来讲说 预计跟印度在南海加强合作 说真的这几天啊 整个在美澳护身军刀的军演 看到了非常多国家来参加 我觉得他们的名称都定得很特别 护身军刀 其实讲得很帅啦 虞将军都知道 其实就联合作战啦 就是就联合作战啦 这样比较威啊 对 因为名字一拿出来 我好吓到这样 就是不同的军种互相联合军演 不同的国家互相联合 那这一次的护身军刀 两年一次嘛 这次有15个国家参加 哦 好多哦 15个国家 而且很特别哦 特别是南韩这一次 把他们2021年最新下水的军舰 马罗岛号直接也参与了 其实这是宣誓意义啦 就是告诉大家说 我南韩现在最先进的海上的舰艇 我也加入这个护身军道军演 啊 目标对象是谁 说真的啦 无论是南海的加强合作 还是说护身军道的军演 其实对象都只有一个啦 就是中国啊 我觉得韩国最近的 这个态度的变化 真的还蛮可以让台湾 做一个很好的借境 就是他整个经济之前靠中国 哇 现在惨到都输给台湾 然后在这个安全的维护上面 也摆明了很清楚 我知道你中国就是一个 就是扩张主义的 所以我必须要选择跟美国 以及跟日本 以及跟台湾 大家当成好朋友 来面对那个中国 南韩是这样 我们回来看刚才讲说 印度加强南韩合作 主要是因为印度的总理莫迪 他上个礼拜到DC 叫到华府去进行国事访问嘛 其实他这一次去了之后 跟美国总统拜登啊 共同宣告说 美印两国是世界上 最亲密的伙伴之一 这讲起来感觉是空话 对不对 但很特别的事情是 强调印度跟美国 是最好的伙伴 后面所发布的公开的新闻 还多讲了几句话啦 他们要强调要维护南海 海洋秩序跟国际法 这三件事讲一起 就是针对中国嘛 南海不是你中国的禁轮 我们印度跟美国站在一起 那再加上南韩 所以其实这真的是 世界各国的一个大态势 有一点包起来 把中国整个在大圈当中 包起来的概念 除了这个几个国家 印度啊南韩啊 跟刚才15个国家 联合军联以外 我特别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这个索马利兰的 最新进展跟故事 它在哪儿 我跟大家讲 其实我们看那个地图啊 非洲的东边 有一个叫做犀牛角 在这一块 在索马利亚 伊索比亚 旁边的这个半岛 人家叫做犀牛角啦 就是你看那个地图 就是右边会凸一块起来 索马利兰共和国 就在绿色的这个区位这里 它在索马利亚的旁边 我跟你讲哦 索马利兰共和国 其实非常的穷 它一整年的年度预算 整个国家哦 只有4.2亿元 4.2亿美元 你知道4.2亿美元 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 它一整年的年度支出 不到云林县政府的一半 天啊 所以其实并不是一个有钱的国家 但是 它的人民 其实对台海之间的情势 台湾跟中国的关系 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真的假的 他们最近讲一件事情哦 他们的主流的名义 认为说中国不是朋友 台湾才是 说真的我们吓一跳 你是 亚洲旁边的非洲的索马利兰 怎么会对台湾这么了解 因为 他们面对到的处境 跟台湾一模一样 我们台湾的隔壁有个邻居 叫中国 它永远例行一个中国政策 对 它是唯一能够代表 台湾跟中国的合法政府 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这是中国吧 对 索马利兰的旁边 这个索马利亚 一个索马利亚原则 哦 索马利兰是我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分割的一部分 然后我是全世界唯一一个 能够代表索马利兰的国家 然后它是我的 就是这样 所以 其实索马利亚 一直声称索马利兰属于它 那索马利兰 现在看到了台湾 所谓的台湾模式 走到全世界 其实现在 索马利兰的这些年轻朋友 或者是他们的学者 他们的专家 都一直在研究说 台湾的模式走得通 我们索马利兰走不走得通 因为 讲邦交 台湾现在在整个非洲地区 只剩下十瓦地宁一个邦交国 54个国家 53个是跟中国有邦交 一个国家跟台湾有邦交 那个十瓦地宁 就是那个之前的十瓦季兰 现在十瓦地宁 其他国家都没有邦交 但是索马利兰发现 台湾是到处争取 非邦交国民族伙伴 支持的台湾模式 反而让他们更心动 此时此刻 索马利兰 在全世界唯一一个 有真正所谓的外交关系 有邦交的 只是中华民国 是台湾 所以他现在就在想 那我们可不可以跟其他的世界上的国家 也跟台湾一样 虽然他们不承认我 他们认为因为被一个索马利亚政策 给前置住了 那我可不可以跟大家用这个方式来交朋友 另外一个讲 其实天柱要自住 台湾我们的关键是 我们半导体很强 我们现在在美中之争当中 我们在第一岛链 我们地理位置很好 索马利兰最近也有研究 他们的很多专家认为说 分析完台湾为什么可以在这几年 没有正式邦交 可是走到国际 美国啊 日本啊 欧洲跟我们关系越来越好 他们现在也发挥 要在想自己的定位在哪里 这现在找到了 索马利兰呢 它最关键的一个利器 跟它最关键一个核心 无法抹灭价值 就是地理位置 大家看哦 它在索马利亚的正旁边 然后它连接了印度洋 红海 地中海 所以它一个国家 可以把这几个重要的海域之间 变成是一个重要要送 它是枢纽耶 对 枢纽 都一定要经过 一定要经过 所以你要往红海啊 往黑海啊 都必须要跟它有互动嘛 所以它可以控制 很大一部分我们海运上面的 一个经济的一个命脉 所以索马利兰现在也往 这个方向在思考啦 但是我们跳离非洲 我们回到我们的太平洋地区 简单因为时间到了 我这简单分享 因为这个故事我想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说那中国在搞什么 中国现在就是到处在 世界各国搞破坏 你看哦 在大洋洲的那个 索罗门群岛 索罗门国 对 它现在最近政局有个重大改变 就是说 简单讲 他们的政局我简单 就是说 它的总理是亲中的 它其中有一个省长 非常亲台湾 这个省长呢 是马来塔省的前省长 苏达尼 然后观众朋友你知道夺瞎吗 这个省长被 他是亲台的嘛 他被亲中的省议会 给发动不信任投票 把他推翻了 那你今年2月 你就对推翻了就好了嘛 结果被推翻之后哦 2月他被推翻之后 这个省长被被迫下来之后 开始 索罗门在3月 开始流传一个假讯息 观众朋友们听好 跟台湾都一模一样 他说啊 这个被推翻的前省长啊 现在企图来暗杀 这个亲中的 这一个总理 负责执行的是 获得美国政府支持的 美国杀手 你相信吗 我听就觉得超扯 这是一看就假讯息啊 他们的假讯息 都不用打草稿 完全没有 你知道那个俄罗斯瓦格纳 他不是一日兵变吗 中国内部的假消息是说 那个哦 就是 那个只有在台湾看得到 所以那个是台湾的假消息 台湾假消息 对对对不是 我的天啊 我最后一会讲 后来发现一个模式 他们发现哦 只要在索罗门的境内 对于这个亲中的总理 的施政不满意的时候 反中的情绪高涨的时候 类似这样的假讯息就出来 所以洗白骂 我今天讨厌这个总理 因为你亲中 结果现在发现讯息出来 哦 我总理要被暗杀了 是那个清台的那个省长 被推翻的省长 他跟美国合作的 就可以让人民 转移这一个总理 执政不利 亲中导致国家经济不好 的一个注意力 也为北京来洗白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 看看索马力兰 会知道全世界 现在非常多国家 夹缝中求生存 是在跟台湾学习 我们看一下索罗门的状况 会知道中国的认知作战 不只在台湾 在世界各国都是这样 好的 非常谢谢冠婷 而且全世界的祸害 其实中国大概占了 90%以上的角色